老板,我明天结婚,能不能在你这儿租一台婚车啊? 咱们公司现在有什么车? 目前只有奔驰、布加迪、兰博基尼、法拉利在展厅 你要租什么车?自己选吧 老板,这些车都太好了 没有那么多钱啊 分手吧,你看看别人的男朋友都是开着跑车来接他们女朋友下班 你看看你,每次都是走路过来见我,丢不丢人啊 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条件肯定没办法和他们比啊 你放心,我会努力的 我不想一辈子被人嫌弃是农村的 我更不希望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就骑一辆破电动车来娶我 这样吧,我这样刚好有一辆劳斯莱斯 我前段时间撞了,还没来地休,放着也放着,拿去吧 真的吗老板,那这车租一天得多少钱啊? 给我五百就行了,但是你要注意安全,别再给我撞了 好的,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乔总,你这辆劳斯莱斯不是新买的吗? 什么时候撞的,我怎么不知道 我骗他呢,人家结婚啊,是好事儿 咱们也吃不了什么亏,能帮一点就试一点吧 亲爱的,这辆车怎么样,不会给你丢脸吧 老公,这是顶级豪车吧 那肯定啊,你看,还有小人人的,好几百万的 哇,我的天哪,你从哪搞得这么好的车呀 这个车,是我租的,我一定要把你疯疯呱呱呱的取回去 我能不能开这个车,带我闺蜜去逗一块啊 去吧,楼上注意安全 停车停车 栗子,那不是你前男友吗 还真是呢 哟,我以为这是谁呢 原来呀,是我前男友啊 栗子 看什么看,羡慕我开豪车吗 这可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不加迪,顶级豪车 不加迪,你确定,这是你男朋友给你买的 对呀,看样子当初跟你分手啊,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五年过去了,你还是连个车都没有混上 真丢人 栗子,还好你当初跟他分手了 要不然啊,现在啊,还坐他那破电瓶车呢 开电瓶车怎么了 我听你现在的语气,是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吗 那还用问嘛,我男朋友可是顶级富二代 对我可好了,隔三差五就带我去买东西 每个月的零花钱就高达十万 哪像你啊,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 没想到五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么爱吹牛 这车是你的吗,还在这儿跟我装 这车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吗 你说这辆车是你的,那这辆车应该有行程证吧 该不该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哎,律子,他该不会知道这车是租的吧 怎么啊,拿不出来啦 我刚想起来,我的行程证啊,在我老公那里 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送过来 天哪,谁要看你情人证啊 老公,就是他 老,老板,怎么是你啊 你还认识我啊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没有误会,你的未婚妻是我的前女友 刚才他说,这辆车是你买给他的 是这样吗 这辆车是我跟这个老板租了咱俩结婚用的 你又在这儿瞎说什么了 我哪知道这车是他的呀 意外吗 没想到吧 五年前骑破电动车的穷小子 现在也能开上劳斯莱斯 本来我出于好心 把这辆车借给他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 更没想到的是 你还是和之前一样 贤贫爱富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别整天白日做梦 心底天高 没有那公主病 就不要得那公主病